该说铝模板了 铝模板主要是用手工操作的 它的优点就是由于铝模板比其他的钢模板轻 所以由上板到组装都可以用人手包板 就算塔吊坏了也不会影响工作进度 而铝模板比起其他钢模板可以有比较多的变化 比如在外墙上做窗台和露台都不成问题 用过的铝模板大部分都可以再翻用 完全做到环保要求 做出来的混凝土效果又比用传统模板美观 所以工程师可以考虑省掉混凝土找屏工序 而且施工又安全 组装工人只需要一两次的训练 很快就可以上手 加上通常都会由同一班工友负责一个单位 那很容易就成为熟练技工了 但是所用的人手要比钢模板用的人手要多一些 用铝模板的时候 要特别在工地上安排足够的空间 来作为储存和组装之用 开工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模拟组装 即train out panel 看看成套模板还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同时可以顺便向工友进行培训 如果工地上没有足够的地方 那就要事先考虑在其他的工厂先组装好了 清楚地编好模板的货运记号 也就是package list 然后才预计工地上用 另外模板还一定要有系统的编排记号和安装次序 也就是numbering system 因为系统编排处理得好 出料的时间又与工地的应用互相配合 这样就可以确保组装程序顺利进行 并且加快施工进度 铝模板所谓的工具 包括手锤 短铁翘棍 Y型拉杆 芝麻 倒顺扳手 剃牙螺杆 而铝模板的主要材料 包括铝板和铝角 同时再用扁铝也叫stifla做加固执 其他配件有螺丝栓 门角轴 另外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墙顶和楼面的夹角位 会有特别设计的street ledger 它会使空隙减得最小 上料时 外墙必须要有安全棚架 它要高于倒混凝土的楼层 而框架内要留有运送口 施工的时候 要按照图纸要求来组装 同时留意散件组合的稳固性 模板夹角的扣码要收集 横方部要装稳 管工核准了垂直水平以后 还要再加一下斜撑来稳变墙身 不过使用铝模板时还要特别留意 所有的混凝土都不会提前拆顶 尤其是用悬壁式楼板顶住的楼面 不然就会影响结构的安全了